老妈妈请说 老妈妈说吧 老妈妈 我妈妈是三四年的狗 今年七十九 十岁 七十九 对 她为自己的药菌则 念了三百五十多张小丸子 但是身上还是正面好了 那边又出现问题 她现在最让她困惑的是 上半身左侧 总是难受 她是属什么的 属狗的 三四年属狗的 七十九岁 三四年属狗的是吧 对 然后她有经脉曲张的病 我知道了 我看到了 我讲给你听好吗 你爸爸还在不在 爸爸走了 给他念了两百多个 大家知道我说实话 什么意思了吗 她爸爸走的时候 她在边上非常伤心 而且跟她爸爸还讲过 老头子啊 我很快要来陪你 你问她讲过没有 不能讲的 你们全部人都跟我听好了 人要死的时候 边上都有一帝王 就是小炎王都给给你记录的 所以死的之前你千万不能说 怎么样怎么样 我很快来见你了很快 你说一年就一年 两年就两年 全部折瘦 你问问老妈妈台长说的对不对 对对对 千真万劝 不能折瘦了老妈妈 你听得懂吗 很麻烦的老妈妈 不能讲的 现在你老头子等着你啊 他已经给爸爸念两百多张小丸子 不行啊 他不放过他呀 老头子坏就坏在这种地方啊 怎么办 临时还要找个垫背的 哈哈哈哈 你怎么办 啊 我现在也要抽出一个访问一下 等我几年 好了 老妈妈 你不要讲了 你今天能够抽到号 我告诉你 他听得到 好吧 你现在讲一句话 通过台长 可以传给他 你现在你告诉他 我暂时还不想走 因为我还有女儿 还有很多孩子 我自己呢 想多留点时间的念念经 我不想一下子走得下去 请老头子原谅原谅我 好吧 我帮你一共念五百八十张小房子 我替你讲了 你答应 答应 谢谢谢谢 老妈妈 你现在感觉感觉 你的身上 舒服不舒服啊 哎 舒服舒服 哈哈哈 好了 老妈妈 开心了吧 好了 命留下来了 希望你好好念 对对对对 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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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 那 台长每一次看图腾 都是花很多的气场的 但是 台长 愿意 为什么 我看图腾 不是问题 为什么 真正的菩萨下来救人 不能收一分钱